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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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鱼谷因为身处贝江之流 周围80%的森林覆盖率 使得这里青山绿水苗寨集中 吸引了很多游客驱车前往 我当时做客运的时候 很多客人都是把我的车从泳水包进来 我都觉得这个是好像客运是蛮多了 做了几年客运刺激 看到了逐年都在上涨的人气 梁敏最终决定辞职创业 把家乡打造成一个具有苗家特色的旅游村 先盖一个房子 就是我们现在的游客中心 后面我要组织这帮50个苗哥苗妹来培训跳舞 2000年老梁投入10万块钱 在榆谷苗寨盖了一间小型的农家乐 然后开始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表演队的培训上 用苗家人最擅长的歌舞来吸引游客 是梁敏当时打造旅游村时的初步规划 必须要有这帮队 以后的话可以来到这里 才晚上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干 就是看我们的演出 跟我们苗哥苗妹 就是入洞 这样游客也比较开心 原本以自然风光吸引游客的雨谷苗寨 自从有了表演队的出现 人气越来越旺 只有几十张床位的农家乐 很快就不够住了 住宿量不够 很多的话游客到这里 他又返回县城去住 觉得这个是很大的损失 后面我的家大这块投入住宿 然后周边这里 包括我们农家 现在他们也看见客人来多了 他们都把各家各物 他们自己改造起来 就这样 在良民的带动下 开始由个别村民跟着老良一起干 改造农家住房 开办餐厅 03年的话 大概是四五百元这样吧 到这里 随着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苗家 又一个新的游客互动体验项目 被良民发现了 那就是进苗家打油茶 据说这个油茶 苗族人特别喜欢喝 喜欢到什么程度呢 一天三顿早中晚都得喝 而且也是唯一的代客饮品 那今天我走进苗家 和这些苗妹苗哥们一起来打油茶 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 怎么做的打油茶 先放油 打油茶是苗家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种饮食习俗 首先将糯米蒸熟晾干后放入油锅炸成米花 再分别把玉米粒花生入锅油炸 洗锅之后将茶叶翻炒至焦黄 加水煮沸 一群人围坐火堂唱歌聊天 当地人把打油茶更看作是一种相互沟通 交流情感的重要方式 早 energies are the neozel 指 gat alkuz k HP 只过了在最后个啊 咬阿玉眼永泓的美酒这几十亿男鸦 都用来美酒几十年了 那咬阿玉米粒来 咬阿玉米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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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一天在那聊天 就是很有意思的 等待茶叶煮沸之后 把炒好的配料加入盐和葱花 冲入滚汤的茶水 这就是苗家人每天都必须要喝的油茶了 我怎么觉得稍微有一点点苦了 茶叶就是这样 放这么多茶叶 所以它会提神是吧 是的就是提神 盖门坡这些啊 我们这些都要喝这个 我现在觉得就是这个味道 第一口上来确实是有一点点苦 但是桂甘很甜 因为它后面有一种那种米香味 糯米的香味 而且你吃到那个糯米之后 会觉得很有嚼劲 还是蛮好吃的 一家打油茶十里香 我们苗家都这样说 然后今天自己家打了 然后大家都过来一起吃 然后明天又到你家打了 然后我们又一起把人家吃 这打油茶就是有很多吃 才吃的味道 吃的热闹 吃的会上瘾的 这种体验不仅能让游客品尝到浓郁的地方风味 更能让大家感受到彼此之间的亲近 苗寨的民风民情 在这质术的歌声和温暖的茶汤中彰显 梁敏当初想要打造的苗家特色旅游规划 也在这样的点滴渗透中逐渐成形 其他地方好像就没有这种那么浓郁的民族特色 那种风情方面的东西我觉得还可以吧 就是地方特色的这种东西 还有这里的自然环境的也不错 06年的话呢 我们到这里的游客大概是要在七八万左右延迟吧 越来越多游客的认可 让梁敏觉得渝补苗寨已经到了需要靠村民共同来打造的时机 在他的带动下 全村一百多户村民有三分之二都陆续加入到了梁敏的队伍中 开始从事和旅游相关的工作 手艺人马贵斌在当地擅长银饰品加工 2008年梁敏在渝补苗寨的景区 专门为他开了一间苗银工坊 这里比较多 你要叫我到这里来 后来我就到这里来加工的话 那个游客他也喜欢 从小就跟随父亲学手艺的马贵斌 以前只是靠着给苗家人做节日婚嫁的银饰养家糊口 年收入不过几千块 自从来到景区 他的大部分客户就都变成了外地游客 到了旅游旺季 前来定制购买银饰的客人络绎不绝 除了苗银加工 梁敏更是把村里很多老人都擅长的苗族织锦 腊染工艺集中在一起进行展示 供游客参观体验 客人去参观了以后 他看见我们的这种苗眼苗锦 它的腊眼都是很漂亮的 他们有很多游客都要买回去 做纪念 而且是拿回去送客源 这些吸引游客的苗族传统手工艺 既带动了当地村民们的收入水平 也对苗家民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经过16年的探索经营 鱼补苗寨目前已经成为 溶水苗族自治县 最具代表性的特色旅游基地之一 年游客量已经超过10万人次 之前来过一次觉得对这里的印象很好 特别是这里的这种民族的风情 各方面的这种建筑 还有它这里的风俗习惯都很有特色 所以这次我就又介绍给我单位的同事 我们就一起又过来 我们村民现在美国的年收入 平均可能在5万左右 我这边在600多万吧 年营业额 年营业额 预润能有多少 年营业180万左右 对于未来的发展 梁敏依然希望能够围绕苗寨的民族特色 进行深度挖掘 除了在表演上增加游客互动环节 苗家的婚俗成为鱼补苗寨 接下来要终点打造的体验项目 苗族分离的话 对女孩是很隆重的 当时我们也安排了很多客人去参加这个送行队伍 也真正的体会到苗族的婚礼的过程 也是他们玩了这个以后也都是很开心很开心的 除了普通游客在表演中的互动体验 梁敏最想做的是针对现在年轻人对个性婚礼的需要 为他们在这里定制一场具有苗家特色的个性婚礼 体验完苗家的风俗让我们来激情于山水 虽然今天下了点小雨 但是你依然能够感受到这里的幽静清新 在这儿你可以看跌宕的瀑布 也可以重走红军路 感受当年邓小平率领红旗军 途经此处的壮志凌云 这里就是集自然 历史人文为一体的龙女沟 龙女沟位于戎水苗族自治县西北部的四戎乡境内 是元宝山国家森林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0年邓小平率领红旗军两次途经此处 为当地百姓修建了一座红军桥 至今依然保存完好 在这里除了有古老独特的古楼建筑 瀑布飞流的山峡风光 更有苗家冻寨浓郁的民俗风情 是溶水最早开发的旅游景区之一 但是在2005年 龙女沟却因为管理不善 一度处于瘫痪状态 直到当地村民攀建重新承包 开始对景区的管理做出了全面调整 当时我就这样想了 原来自己做旅游区里面这个活动 玩的项目太少了 不叫客人过来 太单调了嘛 后面我那时候自己搞 攀建 溶水四溶乡 溶地村的村主任 2005年之前 和村民们一起参与龙女沟景区的经营管理 年收入不足8万 景区甚至到了关门歇业的状态 2005年 攀建全面接管之后 开始凑钱 修建步道 增加景点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就是慢慢摸索 还有就是把景区的都打造好点 又得过政府来扶持 所以把农家乐啊 还有这个吃住啊 这一块都地震上来 龙女沟是苗族和洞族同胞的居住地 攀建接管之后 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完善基础设施 根据龙女沟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攀建也找到了一项最具动家特色的自助美食体验项目 在这里不但能够游山玩水呢 还能品尝到一种特色的烤鱼 具体怎么特色 老潘说呀 得让我自己先抓条鱼来 那来吧 我试一下啊 这有一条 这有一条 啊 啊 好滑 两个手要这样抓啊 两个手要这样抓啊 啊 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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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鱼在稻田里面叫什么鱼啊 游花鱼 啊 这有一条 这有一条 我看见了啊 吃这个吧 这 这 哎 这有一条 哎 这一条好好抓啊 烤鱼是洞族人最喜欢的一道原生态传统美食 每年秋天稻谷成熟 洞族人甚至会举办烤鱼节来庆祝丰收 因为洞族民间早有稻田养鱼的习惯 所以烤鱼通常选用的是养在稻田中的鲤鱼 然后再到田边找一处空地 围着炭火 把鱼插上 慢慢烘烤 据说鱼肉鲜美 还能吃出豆花的香味 而洞族烤鱼最大的特色 当属这些原生菜的配料呢 咱们这儿摆了很多的这个菜哈 这是野菜吗 对啊 我现在认证看我能认识几种啊 这个我认识 这个是折尔根对不对 这是鱼心肠 折尔根嘛对吧 哪两个字 哪两个字 这是我们就找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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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浓郁的香料的味道 要不你试一下 我试一下 哦 热乎乎的 这样的味道比较软 吃起来更香 是吧 有带点土味的那种香味 我觉得是 把这些原生态的野菜 切断 揉碎 加上盐巴和烤好的野辣椒 用深泉水搅拌均匀 作为蘸料 待于烤好之后 就可以直接蘸着野菜吃了 我不太能吃辣 还是少加点辣椒吧 尝一下啊 尝一下这个味道 哎呦 喝 好烫哦 哇 太香了 赶紧尝一口 因为它加了很多的这种野菜 全部我嘴巴里面 都是那种香料的味道 这个鱼肉呢 外交理论 实际上没有尝出太多的 那种稻花的味道 但是我觉得那都不重要 因为我们在 大自然的怀抱当中呢 以这种最原始的方式 去品尝一种食物的时候 我会觉得我所有的 感官 视觉 听觉 嗅觉 嗅觉都是最接近自然的状态 所以在这种融合当中呢 吃什么都是美味 玩什么都会放松 如果你喜欢更浓郁的山野气息 也可以换一种吃法 像冻族人一样 把鱼肉在蘸料中捣碎 让野菜的香气和烤鱼 更加充分地融合 这种原生态的美食体验项目 不仅能给游客们带来新鲜感 也能通过旅游 也能通过旅游带动农民收入 陈一斤 这是三十五块钱 帮他们弄一下 他们自己体验一下 都行 都可以 这样的话这个收入是给几区的 还是说给养鱼的 给养鱼的 目前在攀建的带动下 全村三百多户村民当中 有三分之一 已经参与到龙女沟景区的合作开发当中 到2005年的时候我就回家 在龙女沟这里做导游 做表演 在做服务员 然后现在是旅游做得好了 游客多了 我就在家里面做农家乐 现在有十万左右吧 一年 总收是两百多万 大概两百二十多万吧 全力认 全力认 所以有一百一十二万 这样的 如果说 雨补苗寨和龙女沟 吸引游客的亮点 在少数民族的民风民俗 那么在荣水苗寨自制县的青山寨 还有一处地方 因为一些独特的建筑 从与世隔绝的小村落 变成了艺术家创作的摇篮 在少数民族 吊脚楼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民居建筑 一般依山顺势而建 龙水苗族自制县有这么一个小村落 村子里到处是这种大块的花章岩 那当地村民呢 就把吊脚楼建在了石头上 有一年 一位画家来这里写生 被石头上的吊脚楼所吸引 做了一幅名为时尚人家的画作 后来这个村落就因为这幅画的出名 成为当地一道独特的风景 据说1992年 有一位画家在写生图中意外走进青山寨 见到了石头上的吊脚楼 如遇情人一般痴迷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每年闭上青山寨写生 后来这位画家也因为青山寨 而独创出典型以石头 石阶石山 吊脚楼为主的皇家山水符号 堪称中国当代画坛一角 这位画家就是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黄格胜 而他对于时尚人家的情有独钟 也让这个小村落的面貌 发生了巨大改变 杜继辉从小在青山寨长大 在他的记忆中 画家黄格胜因为是这里的常客 每次来这里写生都会住在自己家中 随着黄老师来的次数越来越多 青山寨慢慢就有了变化 06年来了带了40多位学生 学生们来的第一次来到大山里边 因为学生都是城市的小孩 没有来到我们这个苗族城寨过 看到我们这种民族进处都很震撼 所以他们再没有老师带领下他们自己暑假 他们都是祖坛 还有带着他们的朋友都也过来 这些建在石头上的吊脚楼 没有用一颗钉子固定 全部凭借毛笋相扣 依山而建 距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 现在这个房子一大部分都是古餐 有这那几栋还住着人 我们这个古餐呢 它是装盗骨的餐库 它进出考虑的很合理的 因为我们这里讲的所有的高老大厦 就是说高老大厦平地起的 我们主行想到这个房子 是要从那个房顶上去考虑的 它这个房顶它是新设计的时候 新从楼顶上想的往下设计 它做的时候也是从上到下 即使是斜的它也不会是什么 现在你先斜去一米多它也不会 因为它的这个房子的建筑有拉力 它用沙漠它的韧性比较好 所以它们很坚固的 还是很坚实的 我觉得这个建筑不仅仅是满足 人们对于生活的需求 它更体现了当地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我想当时这种建筑之所以让画家觉得震撼 就是因为它体现了苗家人的生活美学 一种独特的建筑之美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写生者前来创作 2008年 在广东打工的杜继辉 看到了其中的商机 决定回到青山寨创业 2008年的时候投了10万 做了12个房间 杜继辉没有想到 一年下来餐饮住宿的收入 基本把本钱挣了回来 那一年下来的话 住宿就有8万多 然后吃饭这一块呢 有6万多 然后我就看到这个市头人越来越多 然后就把这钱又找贷款 什么好找贷款 就想怎么样发展 把这个做大 很快 在杜继辉的带领下 青山寨越来越多的村民 开始做起了农家乐 来到这里的游客 以画家和摄影爱好者为主 时尚人家的名气 也慢慢因为艺术家们的作品 变得越来越大 我们以前都是靠农端生活 就是种点田啊 养点猪啊 这种自己种的 自己吃都吃的 然后没有想到 能够把我们农家 把自己的家 做成这个旅店 能够把自己的 把自己的田 都能够 种的米 都能够卖钱 都没有在想过 2015年5月 以黄格胜画作命名的 时尚人家 黎江画派写生基地 在此处接牌 时尚人家 从此作为青山寨景区的旅游项目 正式进入规范化的发展当中 现在像我这边的话 每个月大概就在三万多到四万块钱 每个月的收入 然后他们各家的话呢 就是说每个月现在都是在 也有七八千 杜季较希望未来能在开发旅游的同时 保护好这里与世无争的古朴与独特 因为在他看来 传承上百年的原生气质 才是未来发展生态旅游的最大亮点 就是我们没想到 有今天这座幸福生活 就没做梦都没想到 我们这里的规划 想带着十几副农家 把他们的田承包下来 然后把他们田整好来 然后给人家出租 给外面的亲子 这个亲子体验的农根生活 我想不完这边发展 无论是体验苗家的风情 还是感受山水的悠然 在这里我的内心 都有一种极大的亲近感 我想作为游客 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觉 是因为今天故事的主人公 他们都在用心的 挖掘着家乡的美 他们不仅想着 如何赚钱改善自己的生活 他们更想着 如何带领村民一起创造财富 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 苗家特色的民风民情 加上人文情感元素的融入 才是这里 源源不断受游客青睐的 生财之道 好了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出产全国最知名的一道菜品 您的手艺真是一决 沙湾 新疆大盘鸡的诞生地 这里除了盛产正宗的大盘鸡外 还有独特的自然景观 依靠生态旅游 美食明天 当地人是如何挖掘美食产业链 打造致富之路的呢 敬请关注下期生财有道